只有掌握了正确的搭配思路,才能在搭配的过程中穿出显气质的感觉。 本期年年就以杨超越的生涂为例,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值得学习的搭配思路。 讲真,杨超越的无休生涂,让我理解了什么叫老天爷追着喂饭吃。 在穿衣搭配中,服装与颜值,身材之间应该是伙伴关系,可别把服装当成了变美的工具。 学会了解时尚,用心去打造穿搭才能穿出独一无二的美。 虽然杨超越的搭配都不算复杂,但细心的人应该可以发现,它的搭配是有意境美感存在的。 除了让服装设计与配色,契合自身特点之外,它还会结合场景切换搭配思路与风格,从而穿出氛围感。 想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对时尚有足够的了解才行。 这也是绵绵建议大家多多去了解时尚小知识的主要原因。 风格化,个人优势,氛围感,三个关键点组成。 除了要在搭配的过程中将风格化展现出来之外,还要结合自身的优缺点去搭配,穿出扬长臂短的效果。 结合自己即将要出席的场合,去选择相应的服装设计,打造出来的穿搭会显得更完美,更容易穿出沉浸式美感。 虽然这是一个以简洁为美的时代,但是在搭配的过程中,大家还是要适当加入潮流元素点缀才行。 适当加入潮流元素,可以让穿搭的吸睛效果变得更好,还能改善身材缺点,让穿搭拥有高级感。 虽然在搭配的过程中,有很多小细节需要处理,但只要能适当改善身材缺点,以及身材瑕疵,想穿出显气质效果还是很简单的。 潮流元素分为很多种,不同潮流元素对应的穿搭风格都不同,所以结合穿搭风格,去选择潮流元素会更好。 选对潮流元素之后,想要穿出显气质的感觉就会更容易了。 喜欢甜系穿搭的女人,也可以参考一下杨超越这种设计相对独特的穿搭。 用这类穿搭打造穿搭的时候,想让穿搭拥有显气质的感觉还是比较容易的。 想要快速上手,关键在于大家对时尚的了解和领悟是否到位,所以,大家可不要直接照搬别人的搭配哦。